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十章四十六节 一直到五十二节 经文这样说 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 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 迪迈的儿子,巴迪迈,坐在路旁 他听见是马撒的耶稣,就喊着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 有许多人遮备他,不许他作生 他去约发,大声喊着说 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 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 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 放心,起来,他叫你了 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 走到耶稣那里 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 瞎子说,拉波尼 就是夫子的意思 我要能看见你 耶稣说,你去把你的信救了你 瞎子立刻看见了 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的男主角 巴尼玛 当耶稣问他说 要我为你做什么 他很快回答说 我要能够看见 他身体上的眼睛看不见 可是在他身体上的眼睛 看不见耶稣之前 我相信他已经看见 耶稣了 从灵里面他认识 他听过耶稣做的事情 他听过耶稣所行的神迹 所以当有一天 我们的主 靠近耶利哥的时候 他找出打听清楚 他已经预定好 他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他大声的疾呼 不断的咆哮 不管别人怎么样的来禁止他 他不管 这一切 的拦阻 他就是要让耶稣 听见他 而且他很清楚说 大卫的子孙也说 可怜我吧 我们从这个八地乱的动作 可以看见 他用尽他的力量 就是要抓住耶稣 能够有机会 医治他 要让他的眼睛看见 我们一起思考一件事情 或许今天早上 我们的圣经 神要透过这圣经 问我们一件事情 如果有一天 耶稣来到我们面前 问我们说 孩子 要我为你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们能够回答 一些什么东西 对一个身体上 有限制的人 他清楚他的限制 因此他说 我要能看见 他清楚他的限制 可是问题是 我们今天 我不知道 我清楚我的限制吗 我的眼睛看见 可是 可能我真的是瞎眼 我并不像八地买一样 可能他是肉眼瞎 可是他的灵魂的眼睛 是清楚的 可是对我们来讲 可能有的时候是 颠倒过来瞎 我的肉眼是清楚的 可是我灵魂的眼睛 确实瞎眼 以至于我不会向主说 我要能看见 我反而跟主说 我要更多的丰富 求你指引我 怎么样得到那个成就 几年前 台湾有一位作者 他拍了一个纪录片 叫做 看见台湾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看到 看见台湾这个片子 不但唤起 台湾人对台湾土地的重视 而且我们也意外地 揭发了许许多多 排放污水的一个恶行 一方面看见台湾之美 一方面看见台湾丑陋的地方 为什么会这样看见 就是这个作者 他用飞行的一个高度 去看见台湾不同的面貌 我发现 我们自己每一个人 都必须求上帝带领我们 离开现有习惯的一个角色 从不同的角色看自己 因为我们实在有许多盲点 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缺点 我们总看见自己的优点 如果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 看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见 我们有许多地方需要改变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尝试一下 从不同的角度看自己 或许我们就会跟主说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需要改变 德瑞莎曾经讲过一句话 她说 看见就是责任 看见就是责任 也就是说 爱是在别人需要上 看见自己的责任 看见的关键是在眼睛 不是只有指肉眼的眼睛 而是心里眼睛 圣经上说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如果亮了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了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 那黑暗是否等得大 我们说 眼睛瞎了 灵魂瞎了 是指什么 就是我们被自己的 自大骄傲 偏见跟嫉妒给蒙蔽了 一直看不见事情 或者人的真相 肉眼的眼睛看不清楚 当然会影响到生活起居 可是心里的眼睛 如果模糊了 它就会遮盖 人生的价值 跟生命的意义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八地买喊出了 我要能够看见 它只不过是讲 它肉眼的 觉得它看见的时候 你知道它的动作 做什么吗 它跟随耶稣 它没有离开 它选择一个方式 来服侍上帝 对一个我们认识 耶稣的人 当我们说 我要看见 也就是我要求上帝 看见我 上帝帮助我 让我一生当中 走在哪个路上 我可以服侍你 我可以服侍人 这才是真的看见 让我看见 让我们的灵魂深处 那种灵敏的心 像主耶稣一样的 那个动作 那个心灵的眼睛 可以打开来 当上帝丰富我的时候 我可以懂得 赶快分享 分享我的财富 分享我的聪明 分享我的一切 亲爱弟兄姐妹 上帝续让的眼睛 打开呀 阿们